挑战5000块钱 穷游内蒙古30天第8天 今日消费70 哈喽呀 现在是中午的一点半了 我已经到乌南浩特了 乌南在蒙语中就是红色的意思 所以乌南浩特就是红尘 我昨天也是找了一个三人的位置 然后睡了一路过来的 我现在坐公交车去宾馆 今天乌南浩特的天气也是黑成成的 等一下又是要下暴雨 今天叫大家到一个新城市 怎么用支付宝做公交 暴风雨来临前 今天下雨 咱们就把我的雨靴给拿出来 它这个雨靴是自带了一个袋子 都辣很小的 它可以收成一个这么大小 雨靴当靴子都可以穿 而且很百搭 牌子是那种防水的 而且很软 很舒服 它这里还有一个收紧带 就不会担心往下掉了 这样 平时穿它徒步也可以 很多徒步现在都是那种野外的嘛 然后有水啊 有泥啊什么什么的 穿这个鞋就很防脏 它是皮的嘛 然后就一擦就掉了 链接放在抖音橱窗 有需要的姐妹赶紧冲 刚刚洗完澡收拾好了 现在已经三点钟了 从昨天中午的那个麦当劳到现在三点钟 还没有吃饭 饿死了 干饭干饭 刚刚还在下暴雨 现在菜也好大 来吃这一家 泥大爷烤饼羊汤 没有乌南浩特的本地人 评价一下这家怎么样 你好 你看这个套餐是15块钱 这个是羊杂汤 这个比较那个鸡蛋 啊 外面又下一个 我发现内蒙的羊杂都好好吃啊 不知道比内地好吃多少倍 难怪我在内地不喜欢吃羊杂 来内蒙就爱上吃羊杂了 现在去成吉思汗公园 长马成功 成吉思汗公园 这就是成吉思汗了 那是成吉思汗庙 好像要门票40块钱 成吉思汗 我从成吉思汗公园 步行一公里 来到这个五一广场 我看攻略说 晚上这边很热闹 旁边这一条 是一条夜市 有点长呢 不过现在可能天还没有黑吧 然后人不算特别多 看看这个垃圾桶 买点水果 花了10块钱 家都不想吃了 我肚子还挺饱的 减肥 看那边的夕阳 应该叫夕阳吧 天已经快黑了 有点冷了 我还是光腿呢 我刚刚在厕所里面 把这个葡萄给洗了 先来尝一尝 今天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 我怕等一下又要下雨了 今天一直在下雨 好甜啊 可以了 今天晚餐搞定 那我现在就回去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